是小聶上午副总统赖清德 来未免海巡人员 不过国产株爆发瘦肉精的争议 出国度假的卫福部次长王毕 甚至再度发文质疑 台中市府太极于公布 会成为实验室事件 而对此台中市长卢秀文表示 他也同意这是个案 如今真相大白 中央无需道歉 给海巡人员发福带 连媒体都人人有份 趁着小聶夜副总统赖清德 未免第二海巡队 除了感谢大家以外 也希望你们能够了解 你们工作的重大意义 不仅仅是对国家的安全 那么对社会的治安 提前拜个早年 但春节前夕爆发瘦肉精争议 台中市府日前在一盒台糖 梅花猪肉片验出瘦肉精 西部特罗 赖清德前一天民进党中常会上 下令要追查源头 厘清真相 赖清德没多回应 倒是行政院再发声明 表示已清查国内猪肉供应链 累计检验535件样品 皆未检出乙型受体素 至于休假出国的 卫福部次长王必胜 第一时间先发出五点质疑 七号晚间再发脸书 反问台中市府若重视食安 不是应该验出马上就发布吗 把整盒肉验到剩下最后一点 等公布后才送食药署复验 这盒问题肉已经不存在事上了 日后要再调查也没检体 再次强调一个检体出问题 是单一事件 先前在脸书提及的五个事实 现在仍然是事实 市长辛苦了 既然出国 那就希望好好的休假 祝度假愉快 现在已经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我想对我们基层的食安人员 已经还了他们的公道 我想这样子就够了 不用道歉 春节前夕国产猪肉爆发食安危机 中央追查源头 把真相厘清 民众这农历年 才能过得安心 建成你为李彦台北最好吗